画了这个结构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数字会有一些重合 会有一些重合 会有一些重合 因为它这边把它的x坐标画出来了 然后它这边把它的y轴坐标画出来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这两个坐标值 因为在这里它对应的已经有它的坐标值了 对应的已经有它的坐标值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图 也就是axx这个图的x轴的坐标 坐标的这个标签给去掉 然后把这边的y的标签给去掉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去掉 去掉的话 这个也很 我们之前也学过 setxt txt 把它设为空就可以了 y txt 设为空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变干净了 然后我们并不需要这两个txt就能看出每一个点的具体的坐标 好 我们现在再关掉它 然后我们已经生成了这三个基本的图形 然后我们开始画图 画图的话首先是第一个是这个三点图 三点图的话直接plot就可以了 scatter 点 直接用三点图的函数 scatter x y 运行一下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画出来这个三点图 然后我们再分别画出这两个图的一个柱状图 需要注意的是啊 就是在这里画柱状图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参数是它的beams 就是说它有多少个多少个这样的一个箱体 这样的一个箱体 关于这个多少个箱体呢 首先我们是希望的是这个箱体的它的宽度是固定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它会随着这个数据量的变化 它一会变得很粗一会变得很细 这样会很不好看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的宽度固定下来 然后再根据数据的大小去定义 我们需要多少个箱体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宽度给固定下来 beam beamwise 我们暂时把它设计在0.25 beamwise 然后我们再去定义它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有多少个有多少个的话 首先我们要求出x跟y的这样一个最小值跟最大值的这样一个范围 这样一个范围 因为我们需要它是一个对称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要求出x跟y值当中最大的有也就是离中心最远的那一个值的绝对值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整个图形的最边界最边界 首先我们要求出x y max等于np.max np.max 首先我们求出x里面 x值里面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值 也绝对值最大的一个值 因为它里面有负值 这个fab就是绝对值的意思 首先我们先求出x所有的值的绝对值 然后在这个绝对值当中找出最大的一个值 同样我们也在y里面找出一个最大的值 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下看 这个应该是s 嗯 先运行一下看啊 哦 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它的参数应该是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 所以我要加上一个括号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错 好 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好 现在我们求出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值 但是因为这个值呢 它是相对相对于0的这样一个距离 相对于0的这样一个距离 所以说我要求出它的总宽度的话 我是要把它乘于2的 我是要把它乘于2的 那么它的总宽度呢 我们先计算一边的这样一个极限的一个值 我们把这个值设为limit等于 等于 首先呢 我们是xymax除以bin 这样的话我们就求出了一边 一边有多少个bin 一边最多有多少个bin 但是由于这个xmax除以bin 外子它不是一个整数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整数值 所以说我们把它强制转换为成一个整数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整数的话它会45入 它会 它会把比如说你求出来是4.3 它会把3给舍去 只留下一个4 但实际上我们又需要的是5 所以说我们不妨在这里多加上一个无伤大雅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limit总共有多少个bins 那么它的宽度呢 它的总宽度呢就是要乘以一个bin wise 这样的话就得出了一个精确的这样一个宽度值 一个宽度值 当我们得出这个宽度值之后呢 我们就要对它对它进行一个 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把它的x limit和y limit设置一下 这样的话就会把 让图看起来比较好看 这个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 设置xy的最大最小值 好 我们这个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画出来的一个图形 然后我们现在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画出这个条形图的这个形状 然后我们先先搜一下 先搜一下这个hist 因为 这是好久之前讲的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个hist hist我们看一下主要是这个bins参数 这个bins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的是integrate 也就是它是一个整数 代表有多少个箱体 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array neck 也就是它是一个数组形式 如果它是整数的话 如果它是整数的话 它代表是一个 一个多少个的箱体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array neck的话 它代表的其实就是每一个bin子的一个坐标值 而在这里呢我们用这个array neck这种形式 那每一个的坐标值呢 就是从最远端 负的最远端到正的最远端 然后以binwise为不长 好然后我们再有了bins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绘制这个图形了 hist x bins bins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 y它是一个倒过来的 也就是一个水平的一个调显度 所以我要得把它调过来 Orientation我们看一下它的文档 在这 Orientation 等于 Orient 水平的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图形 当然我们也需要把这两个图形它们的 极限给设置一下 使它能够跟它对应起来 set x limit 我们要让它的xlimit跟它的对应起来 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都不用直接用数字 而是直接用scatter 它有一个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对象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getlimit xlimit 就直接得到了它的一个x的一个极致 同样的y轴也是可以这么做 我们再运行一下 不对 这个地方应该是y 好 到这里我们整个图 就已经是绘制完成了 当然我们可以给它加个标题 啊 set title 这个set title 标题 忘记了 我们来搜一下 setTitle setTitle Plt是没有的 我们看看 scatter 这样的话 它是在这个地方 不太好 我们再把它 不能用这个 我们再搜一下 Titl Title 然后用PltTitle 对整个图 我画一个Title 然后Title 我们发现 PyPlot和X点Title 是不太一样的 再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 画到这里来了 这是因为 我们最后画的 这个图 是它 所以说 它把这个Title 画到这里来了 当然我们其实 可以去把这个Title 把它调整到底部 然后再去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是可以把它调整 在这个最下面的 正中间 就这里 我就不再去 多余的去 慢慢的调这个Title 大家有兴趣 可以下去 自行尝试 而今天的作业 就是把这个图 画一个负相关的 因为这里是正相关 大家画一个负相关的 一个散点图 跟这一模一样的 就可以了 而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